台中市惠文国小志工队 追寻着茶香探访民间香的 一星园茶叶咖啡农场 除了亲近大自然友善环境 体验手工制茶 也品尝难投优质的咖啡 一群大朋友们不禁嚷嚷着 下次还要再来哦 惠文国小志工队 赞赞赞 来自台中市的惠文国小志工队 一行四十三人 带豆粒杯茶箩筐 一副茶笼标准装备 采养在大自然享受 律世界的茶园风光 也开心体验 采茶姑娘的采茶人 更见识地以自然生态农法 管理自家农云及茶园 透过一龙妈妈 来体验这乡村的深度旅游 让他们接触到茶香文化 来带动我们的茶产业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民间香 有很多的好玩的地方 是有别于一般的游乐园 透过这个深度旅游 可以带动我们在地的产业 认识在地的文化 进而增加彼此的亲情感情 那义公妈妈的情感交流 今天义公妈妈来我们益心园 带来非常多的欢乐与欢笑 没有体验过这样子的采茶风光 我不知道说在这个民间香 在这样的低海拔 还可以种出这么漂亮的茶叶 今天很谢谢我们农家的主人 提供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让我们志工队能够在这片采茶的当中 体验他的热趣 以信源茶叶咖啡农场 不仅自家种植有机好茶和咖啡 也支持绿茶、红茶推广茶叶 农场主人林洋义 陈农获农委会 举办全国红茶制作竞赛冠军 民生远播不少游客无相前来体验 致茶DIY 南投民间它的特长就是茶叶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找到民间这个地方来 那一心园它经营这个采茶的工作 已经有经营将近有一、二十年的工作 所以我们特别找了这一个一心园 来办理这个活动 采茶非常有趣 那我们今天一直在寻找什么叫做一心二业 那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之旅 也希望我们志工的妈妈 平常这么辛苦的为孩子服务 那能够借由假日 一起来体验一些农村的生活 今后大家也体验古式手工茶茶 既然戴上手套 但一伙人仍然守不了 直呼好趟 而洛茶活动轻松有趣 大家手忙脚锐 茶香伴笑声 时期比落 情长乐翻天 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活动 采茶 然后现在在炒茶 待会老板要教我们揉茶 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然后在炒茶的时候 可以闻到那个清香的味道 感觉很棒 这次茶茶活动 让大家对强化有更深沉的认识 也增加对当地文化的了解 体验农村生态之旅 远离都市承销 采杨在大自然的茶园风光